酷暑天气开冷气凉一下 但是现在最怕找不到冷气师傅 发现冷气不凉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因为家里有养宠物 然后发现绿网上面都会卡 蛮多灰尘跟毛发的 冷气清晰维修都满档 非极箭甚至还有排到11月 极箭甚至还得加价3到5000元 毕竟这个产业大多才论间记仇 在旺季多单的状况之下 月收入7到8万不是问题 甚至辛苦一点还能上看10万元 如果说以师傅来讲的话 一个月就是你可以完全带 完全能独立的师傅 大概4万5万底薪是跑不掉的 有可能可能很累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 它是一个技术跟体力的工作 它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比如说你像那个室外机的话 是挂在外墙上面 可能你的淡季的话 就是大概一半的薪资 夏天旺季忙翻了 但这辛苦钱也很难赚 住家上班大楼冷气都挂在高楼外墙上 不只要耐热还要不怕高 甚至负重体力活少不了 年轻人听了就打推糖骨 我就比较怕热 所以我应该就要考量一下 中暑在这些人面 是很高 可是说那个辛苦钱 他们应该都 高薪抢人缺工还是没法解决 毕竟这钱真的很难赚 欢迎新闻红石层 杨阳哥 邱子玲台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